HELLO 大家好 這是我們賽前第11週的訓練紀錄 那我們今天訓練的部份是大腿右手的部份 那待會先由KD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在訓練前還有訓練中會補充哪些營養品 等一下講會跟大家介紹我們訓練前、訓練中跟訓練後會去吃哪些營養品 那訓練前的部份來講我們就是一個正餐啦 就是蛋白質跟飯的部份 那訓練中的話我們會使用大約20克的VCA 然後還會有腐胺酸大約10克 然後還有銀胺酸大約也是10克 然後還有我們的胖胺酸也是大約10克 那這是我們邊唸邊唸的部份 好吧 那我們就開工開臉 那在我們開始做我們今天的下半身訓練動作之前呢 我們會先請我們的HING幫我們做關節中心化的訓練 那我們先請HING來介紹一下什麼叫做關節中心化 關節中心化就是我們待會會先讓他們兩個的髖關節 找到一個比較理想的位置 然後我們會再做一些3DMAP的動作 去啟動他們身體的門擠感受器 提高他們的門擠感覺 那這樣他們待會在做每部的訓練的時候 他們會有比較好的活動度 那也會有比較好的門擠感受 進而去提升他們訓練的一個效力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待會我們的髖關節中心化我們會用到的一個16公斤的虎林 那我們會先把我們的右腳擺在一個寬外展 然後寬外轉的一個角度 那我們的左腳呢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距離 不要太寬也不要太短 那我們左腳的腳尖呢 盡量擺到中間 然後我們就雙手把虎林抓著 讓虎林吊著 但是我們不要整個人被他拉下去 所以整個人會有點像是在做等長收縮 同時我們的上半身也去進行我們脊椎的解壓迫 然後我們在一個動作呢 我們做兩次的呼吸 一個呼吸 吸三秒 吐六秒 兩個呼吸做完之後呢 我們再把這個右腳的角度再往下一點 然後一樣兩個呼吸 兩個呼吸結束之後呢 我們換把虎林放到我們的後面 然後一樣在這個角度去做兩個呼吸 兩個呼吸結束之後呢 一樣把我們的右腳再往下面一點 然後右腳做完之後呢 我們再換左腳 這樣就完成我們的髖關節中心化 再來我們會做三個3DMAP的動作 去啟動我們的後側鍊還有我們的髖關節下肢的一個旋轉 一個筋膜 同時去促進我們的本體感 那第一個動作的話 我們是先手放在我們的肩膀的高度 然後我們一隻腳往後踩 然後同時我們的髖關節往後退 手往後踩 做一個擺盪的動作 那第二個動作的話 我們一樣是手放在肩膀的高度 這時候我們的右腳是 往後往外踩 然後同時我們的身體 跟著往這個方向做平衡 然後再回來 然後每一次我們在往外跨 跟往外平衡的時候 都盡量去做到我們的極限 那第三個動作的話 是一樣是做旋轉 但是我們做一個是反方向的旋轉 那我們手一樣 擺在我們跟肩膀一樣高的高度 我們的右腳往 這是我們往左邊 有點往前面的一個方向 去做一個跨步 然後同時身體 往左側 然後再回來 然後一樣每一次 我們都可以旋轉的極限 然後我們一個方向 我們做要到八個 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往後的時候 後腳膝蓋可以再稍微換一下 這樣你整個頭比較快 那可以換開始後 每次都盡量再往外跨 每次都盡量再往外跨 要一樣用金字塔的方式 最少做到四下 那我們最多回到十五下 我好像要下去了 我好像要下去了 到底下有頸椎會 它一動它就鬆掉了 超爽的 等一下我們第二個動作我們會用SUPER SET 第一個動作是槓鈴的臀推 那我們會8到12下 結束之後我們會直接去做GHD 也是一樣臀部的訓練 那我們在GHD的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會使用5秒的向心 然後離心大概2秒的速度 做5-7下左右的搶步照 那基本上GHD我們就不拿任何的負重了 因為那個真的蠻累的 有做過我連個人都知道GHD是一個 看起來沒什麼 但是就是個大魔王 對 第三個訓練動作 我們是用槓鈴做單腳的ADL 那操作的方式是 合同在離心的控制 離心操作5秒鐘 設定強度是8到12下 那主數是操作4組 再來就看我們用壓鈴做單腳的ADL 第四個動作我們會用單腳的ADL 然後操作的強度一樣是8到12下的區間 那第一組的休息時間是45秒 第二組是30秒 第三組是15秒 再來是5秒 然後回到15秒 30秒 45秒 所以總共會連續操作8組 那休息時間是固定的 就如我上面所說的秒數時間 那就看我們要做吧 OK 今天最後一個動作 我們會用雙腳的這個腿下壓 8到12下 先做第一組 第二組 我們會遞減20%的重量 然後做離心5秒 盡量8到12下 然後再遞減20%的重量 我們做向心5秒 然後再遞減20% 我們會做空收縮2秒的訓練 這今天做一個動作 那就 就開始吧 1 2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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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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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大腿後側的訓練 那如果你們有什麼訓練上面的問題 或者是任何的想法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那我們下禮拜要訓練的是肩膀 那肩膀的部分來講的話 大家應該會有更多的問題 想要知道了 那接下來這個重點 我們就給我們的Hinch 來去說明一下 下班會有什麼內容 下個禮拜的話 肩膀我們一樣 一開始會先做一些肩關節的鬆動 然後去幫他們做上肢的 本體感覺的誘發 讓他們後續的訓練 能夠更有效益 那也不要忘了在9月28號的時候 超合心有一個上肢推的演習課程 那在這個課程裡面 我們會教更多上肢 不管是隨身推 還有隨便推 更多的動作期間內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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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